看見 大家好 我是張爸爸 歡迎收看地球的孩子 小朋友 有沒有在家裡面 有時候會不會跟兄弟姊妹吵架呢 张爸爸最近有个烦恼 就是我们家的哥哥 常常会跟妹妹为了抢新故事书而吵架 这让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弟子入则笑出则涕 锦而信犯爱众而亲人 这个不是古代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先生吗 怎么会跑到这个时代来 不管不管了 先去跟他问候一下 孔夫子您好 我是张爸爸 很高兴看到你 你是我的偶像 而且你很多名言 我都非常有感觉 而且会努力地去实行 不过你怎么会跑到这个时代来 你知道我是孔子 不过你的穿着怎么这么奇怪呢 说真的 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正在上课 才刚讲到弟子入则笑出则涕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 我就跑到这里来了 这下子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去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没关系 既然来了 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好了 不过孔夫子 我想请问您一下 您刚刚说的入则笑出则涕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为人侄女的 要恭敬地孝顺父母亲 而且要沉浸地对待兄弟姐妹和朋友呢 哇 真是太好了 刚刚可以用这句话 来跟我们家的小孩分享哦 不过啊 我们父子先生跟您说哦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啊 是一个小朋友耶 他在家里面 不只是会照顾哥哥 还会照顾阿嬷哦 真的有做到你说的 入则笑出则涕呢 嗯 好啊 那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几点下课 他要到四十五个 要到四十五个 郑庆仙做图新竹市 武林国小六年级 每天放学之后 他会到隔壁的武林国中 接哥哥放学 我会跟他讲说 叫他看好哥哥 不要让他去 去那个 出现一些状况 走路回家啊 我会无想不动 你有陪哥哥去看过医生吗 有 那医生怎么说哥哥 医生说哥哥有亚斯伯格症 会发脾气 他会有哪些就是 不受控制的事吗 预补的程中 不受控制哦 可能就会骂人吧 然后甚至还有 从四楼上丢东西下来 清仙的哥哥 今年刚升上国中一年级 因为无法控制情绪 甚至会有失控行为 所以清仙每天 都要带着哥哥上下学 为什么你都坐外面 比较下工车比较好下工车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让哥哥坐外面 他的书包很重 哦 你先到了吗 还没 那为什么不跟他按摩 又不是他按摩 不是他 你按摩 你从哪时候开始接哥哥 你从哪时候开始接哥哥 放学了 国小几年级开始接 六年级 庆仙的爸爸在去年 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接中哥哥的任务 就交到庆仙的手中 其实啊 庆仙放学回到家 更是一刻也嫌不下来 这起来 四字切哦 阿嬷教我的 他下课我回来就是要煮菜 然后跟 然后洗衣服啊 整理房子啊 这样黄妮我跟你说过不要玩枪 等一下再玩 你听不懂啊 一直玩 再玩 阿嬷你把我长在那里做话 你死定了你 一人去忙就 阿嬷我回来 吃饭 阿嬷你爱吃什么 原来竞仙有一个七十岁的阿嬷 因为膝盖关节退化 所以行动不太方便 就连吃饭 也要等到庆仙放学回来 再煮给他吃 五口比几口水 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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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开始会煮饭的啊 二年级 小学二年级的啊 八岁了 小学二年级的 以前都会比较好 三年也好 资格也好 所有人的花花也好 这么大 一天就一天啦 那一天照顾 你一天照顾两个小孩 会贴吗 你怎么照顾会贴吗 贴 眼里流流 也都要看 小孩 小孩 他不照顾时 小孩有空 我后来照顾回来了 这是谁的房间 男生的 男生房间 庆仙念幼稚园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而爸爸当时在新竹园区的工作 很忙碌 阿嬷一个人要照顾患有 雅思伯格正的哥哥 还有年幼的庆仙 讲到当时的辛苦 阿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新鲜从小就很懂事 让阿嬷非常欣慰 阿嬷小时候是怎么照顾你的 阿嬷帮我洗澡 为我喝牛奶 还有呢 帮我换尿布 换尿布 换尿布 你知道有 咇哩 啊 现在呢 你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我帮阿嬷 换尿布 泡游啦 帮阿嬷洗澡 全当时 妹妹开心房一世 我身边都都到你世 那洗多久啊 年两年、三年了 帮阿嬷是有什么要注意的 阿嬤的眼鏡 怎麼說 為什麼要注意阿嬤眼鏡 怕會弄到水 這要很感傷 這都是在洗手間怎麼感傷 都這樣 真的喔 對 一支洗頭我一支洗頭我洗 對 他洗頭我洗 他做我一個聽不懂 你如果洗頭我洗他很感傷 除了做菜幫阿嬤洗澡之外 其他所有的家事 慶仙也是一個人抱伴 因為他知道這樣做會讓阿嬤開心 也可以減輕爸爸的負擔 沒有聽過他抱怨他說 他為什麼要做那麼多事 哥哥不用做 也會心疼 因為 就像講的沒有給他一個正常的父母愛 那我又要忙著賺錢 忙著工作 做什麼事情 很難得到嗎 我說真新鮮 阿嬤不定一位 才叫你做飯生 雖然心裡捨不得 但是阿嬤的身體狀況 越來越差 加上糖尿病需要控制 只能仰賴慶仙的照顧 像這台 在我去看病 再起來 嫁外科 皮膚科 都去帶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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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有印象過 他說 他幫你煮太飯了 是多久 直接給外科 半小時 如果大棚 那村頭就 40 50 要煮50分斤 在大棚 要放到這裡 50 50分斤 對 在那邊 來回不對 要點多少斤 點多少斤 我們館市的 這個 會不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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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不會走 阿嬤不會走 萬一遇到下雨的時候怎麼辦 穿雨衣 怎麼穿 兩個人一件 那怎麼穿 阿嬤穿雨衣 我穿一件 才十二歲的慶仙 小小的身軀 就這樣推著阿嬤的鱗椅 走上好遠的距離 也不含淚 因为他知道 爸爸的工作辛苦 比较生活开销要特别节省 这是男哥去做什么 男哥会来这抽血 这个是要帮阿嬷量测血糖 看他血糖控制的很好 一般都有这种服务吗 没有我们是特别帮阿嬷服务 我们其实比较没有帮人家做这个血糖量测 因为这个狮子算耗材 其实都要收肥的 对那知道阿嬷的环境 所以都特别没有帮他收肥 那妹妹其实也很乖啦 对啊 他其实平常也很少出去玩 然后阿嬷要去哪 可能有时候去市区比较远啊 也都是他载着 就这样推着阿嬷去 阿嬷你怕你的爱记录吗 蛤 你今天你的血糖要记录吗 比较低喔 我说要把你记录起来 没有你把你记录起来 没有你把他记录起来 担呼来 今天就要再记录一下 阿嬷这次的血糖多少 三二二 很高 可是阿嬷血糖就是医生一直有在调要帮他控制 谢谢 谢谢 走了 阿嬷小心 走了 大概多久会来一次啊 阿嬷跟阿嬷 他其实几天就会过来一次 就还蛮频繁的 对 刚才有一些活动啊 他经过 他也都会过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这样子 就很像聊天 对 所以我们就对他做 比较没有收费的服务 就针对阿嬷他们一家这样 阿嬷有时候还跟你们分享 他们一家发生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会跟他互动一下 希望他就是正面 正面一点 每天推着阿嬷跑来跑去 清鲜的乖巧和孝顺 让街坊邻居 都对他赞誉有加 哎呀 这个张宝宝走路还真慢呢 先等他一下好了 哎 不过说真的 看到郑清鲜这个小朋友啊 才小学六年级而已耶 才肩负这么大的责任 让孔子我看啦 也真替他感到舍不得呢 哎呦 孔夫子你等我一下嘛 哎 你怎么走那么快呢 我去找那个清鲜的老师啦 因为听说啊 他以前喔 现在学校都无心学习耶 而且啊 卫生习惯又不好 所以啊 在学校都没有人理他 也没有人跟他讲话呢 那他在学校不就很可怜了吗 对呀 还好有一位黄秀珍老师喔 真的有做到孔子您所有的 有教无类呢 我们赶快再去看看吧 今天是周休假日 清鲜推着阿嬷到市场去买菜 菜市场里的摊商 都像是阿嬷的老朋友 好 那现在这老闆 这小男子啦 有30多年喔 30多年 他这个 他也有35年 以前以前比一年做全力就知道了 老板你说你每一次就是 有固定日子会给他 他白米都说固定日子都要给他 他看他好像比较清寒啦 对吧 就有看到美女人 他就帮他送给他这样 那你从多久以前的来介绍他 喔 北米这几个年喔 几个年喔 你去送他去哪裡 对对 那不只他啊 还有别的地方也有 那你昨天看到的那个 妹妹拔吗 有啊 我也有妹妹拔他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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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假日吧 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六 禮拜天才有 不用上鞋才会飞到出来 他都很乖 我这个很乖 这个小孩很乖 都他在撒 很乖 很乖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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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姐姐啦 新的姐姐啊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你在这里跟他 大人是谁的 这个小姐 看着我们妹妹是谁的 是看着妹妹是谁的 我跟妹妹是谁的 你什么时候会陪阿嬷来 我们 我跟哥哥 有没有上街 我会叫我妈妈来 买菜 妹妹 你要煮咖喱菜吗 你会煮咖喱菜吗 你会煮咖喱菜吗 煮咖喱菜吗 我送你一颗 我送你一颗咖喱菜 送你一颗咖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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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一颗咖喱菜就好了 八 你有钱吗 我说钱不五十颗啦 感谢吼 可以清理得好 有钱吗 阿嬷经常来 是啊 你通常都会送她的目减 我有事半百半相送 她弱势 只要知道是弱势 我一定会那个 会赞助他们的 因为我以前是很可怜 市场内温情满满 他们虽然不是有钱人 却给亲一仙假 最直接的帮助 这份关怀 着实让人感动 这一天 亲牵的家里 来了一位特别的人物 阿嬷你吃饭 你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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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吃饭 吃饭 吃饭 不吃饭 今天亲牵没吃饭 亲牵 阿嬷这是要给你吃 吃点心 谢谢啦 对啦 亲牵来来 拿去 你什么时候去剪头发 阿嬷你带她去家里面吗 你吃饭了 好 原来是亲牵的班导师 黄秀珍 利用假日前来家房 了解亲牵的生活环境 阿嬷你现在有饭水吗 我没看到她在吃饭 她不吃饭 亲牵你有带到学校去吗 有啦 也要水 你带到学校去老师跟你讲 那个要按十点 知道吗 你要放 要放书包 好 这个拿袋子装 然后放书包 以后每天 每天在一起 每天 早上 中午 这干了吗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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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这 就是 平常都 这个衣服是你会洗的吗 用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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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 每天都洗衣服吗 你每天折衣服 每天收衣服折衣服 是吗 真的 这么乖 你今天有煮饭给她吃吗 中午 是喔 你今天煮什么 炒咖啡菜 炒咖啡菜还有哪 还有哪 炒咖啡菜 炒咖啡菜 老师都没有来过你家 我觉得你家整理的还不错啊 都是你打扫的吗 蛤 我一直想来看看老师 那个清仙家 清仙 清仙的那个住的地方 就今天是 那你看过之后 主要是第一印象是什么 在一进一大门的时候 清仙我觉得你家还蛮干净的耶 是啊 跟你平常在学校 你学校的那个座位 真的 学校这些东西都是乱放 可是你的东西 你在家东西都还 还蛮干净的啊 你每次洗都洗几天的衣服 四五天的衣服 四五天的衣服 他们的相处真的是非常的格格不入啊 他们 我一接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明显的就排挤他啊 举个例子 譬如说 我们在放学的时候啊 那清仙摸过的那个扶手 小朋友就说摸了会死掉 或说摸了会烂掉 手会烂掉之类的 然后 在教室 只要是有小朋友走过他的旁边 他们就 他们就大叫 那你说清仙平常在搬上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他常常一直被男生骂啊 因为 五年级的 五年级的时候 比如说 大家都在骂 大家都在骂他就对了 大家都很爱吃 我们全班女生 包括女生 十六年级 我们发现他也有好 他就是 好的优点 对 他好的地方 现在发现他的优点 对 所以我们 我们大家都接 女生就已经接受他了 对 他为什么之前会 因为他会 因为他外生习惯 比较不好 而且有时候他做的 都跟我们有点不太同 就带他们去看清仙他的 他的一小部分 先看他一小部分 譬如说他帮我的时候 我帮我的时候 我说那个谁愿意帮忙 那清仙举手的时候 就忙着正向的鼓励他们 他很孝顺 很孝顺 因为常常回家的路上 因为 我们在 大家在讨厌他的时候 老师就有指导我们 然后有跟我们说 他家里的经济状况 清仙 清仙过来 那你说 你刚才有说 他现在过了很多优点吗 你现在发现他有哪些 他有时候会推他阿嬷进去看一声 然后就不会来上课 你怎么知道 老师要知道 那你们有看过他阿嬷吗 有 有 有时候我们就会在路上的时候 就会看到他推他 他有一次就迟到 迟到 然后那天早上来下非常大的雨 下很大的雨 那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是 带着小朋友 不是开车嘛 就是把小朋友保护得很好 可是那一天呢 清仙很晚才来 那他来的时候也是全身都湿了 那我问他说去哪里 他说他那天早上 推着阿嬷去 去那个邮局办事 然后我说 可是今天早上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去 他就说他穿雨衣 然后阿嬷也穿雨衣 他推着阿嬷去 然后可是下大雨 他说 对啊就是下大雨 然后他就是 还是一样照去 所以他那天比较晚来 所以他来的时候 我就把我问到的状况 再跟小朋友再讲一次 那其实小朋友 他们嘴硬 他们其实心里面 也会去反处说 他的行为 我就跟他说 你们早上来是怎么来的 你们早上来是被 爸爸妈妈好好的保护着 保护着好好的 他才来上学的 可是庆仙他是要去 照顾他阿嬷 因为黄老师的用心 让班上同学 认识到庆仙的优点 大家也慢慢接纳庆仙 成为很好的朋友 你还有好朋友吗 你还有好朋友吗 他是谁 五年级的时候 跟现在的班 你喜欢哪一个班 喜欢五年级 还喜欢六年级 六年级 他们这一班都是你的好朋友吗 我说是第一名 我是不是第一名 他前面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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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现在的信仙 不但是同学们 孝顺的榜样 也是阿嬷心中的宝贝 他虽然不擅长用言语 表达心中的爱 但是啊 却默默的守护着全家人 就感动今天是我 我真有意 像我的胸 我的嘴巴也是他的 不然我如果没有意 我今天没有通知 没有通知 感动这两个 那你爱谁 阿嬷 没想到这个世界啊 还有跟我一样的好老师 能够帮助庆仙啊 还能够让他认识 很多的好朋友 真是太好了 看来啊 这些老师啊 把有教无类 实现得很好喔 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啊 回到我的时代去了 走啦走啦 弟子入则校出则题 孔夫子先生 怎么都没有说声再见 就走了 好啦好啦 没关系啦 不过小朋友啊 看完今天的故事喔 希望小朋友要记得喔 如果以后啊 你们班上啊 有像青鲜这样的同学喔 记得不可以欺负他喔 还要对他伸出友善的双手 他会很高兴 你也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喔 好啦 今天故事到这边结束囉 掰掰 拜拜 他只要走 便是为负责